我是台北三期艺术的负责人毕信徐 今天我来推荐一块92克的E-POR 这一块非常的直优 而且没有什么烈 然后快度适中 里头也没有什么杂质 一般我们来判断E-POR 有一些特征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特征就是它黑色 在自然光线下 它看过去就是很黑的 不像不是一般的那种雪魄 比较褐色 它是纯黑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要看它红 所谓的红就是用强关手链虫 从底部打光 它会看到一个光源的部分是透光的 就是它不上光 一般来说雪魄会有发散的效应 E-POR就没有这个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去选择E-POR的话 就要看它的指外观线下的一个特征 像这边的话这个现象就变成一个蓝绿色 蓝绿色是缅甸E-POR的特征 一般来说我们有的看那个雪魄它会偏一点蓝 可是这个E-POR就变成偏的稍微有点蓝绿色 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所以说造假 琥珀的造假 那个技术越来越翻新 所以说即使玩了很久的琥珀的专家 都很难区分这个成品的真伪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还是以从原石原矿去 左手去了解成品的真伪